屏東縣副縣長吳立雪出席主持動土儀式 屏東市第三家百貨公司 將開在離火車站不遠的屏東夜市旁 這塊基地原本為屏東酒廠 屏東縣政府首次以BOT外加OT方式 分為民生路立體停車廠及商場兩部分來開發 預計投資14億的新台幣 也會有上6層地下2層的建築物體 再來有5480坪左右的樓地板面積 729個位置 然後有130個櫃位 以及能夠有帶來300位的就業人口 BOT案結合OT案 那OT就是因為我們為了開發這一塊地 能夠吸引廠商願意進駐 我們特別在這邊弄了一個立體停車廠 屏東這邊的民生路的商圈 能夠透過這個基地開發以後 能夠把它就是能夠帶動起來 即將新進的百貨商場 臨近屏東火炙站及夜市 隱城等熱鬧商圈 也在屏東太平洋百貨 以及環球購物中心屏東店的附近 未來勢必開啟百貨業銷售爭奪債 而對臨近李明來說則樂見其成 以屏東山水景色為概念而設計的百貨商場 設計上將創造出屬於屏東的人文之美 開發公司表示 生育規劃會用以民眾比較需求的 娛樂和飲食比較多 也會慢慢調整與其他百貨的商品 盡量不重疊 對屏東民眾來說 也將有新的逛街打卡點 新唐亞太電視李娟榮 臺灣屏東採訪報導